诸葛亮 司马懿 丢了战略要的阶体 诸葛亮意识到大势已去 马上开始布置退军 自己呢 则去了山中小县西城 忽然 事与次飞马来报 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 一晚西城 蜂拥而来 当时的情况是 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 只有一班文官 所带领的五千军队 也有一半去搬运粮草去了 万丰危机之中啊 镇定自若的诸葛亮 记上心头 他传令下去 将城中所有锦席都收起来 四兵呢 也在城里面隐蔽 如有万字出入 以及大声鲜哗者 斩首 他又让人大开四门 每座城门只派二十名士兵 扮作老百姓的模样 撒扫街道 并且告知 如果敌军到了 不可善动 我自有妙计 如此这般安排停淡 诸葛亮身披荷场 头戴冠金 领着两位小树童 带上一把琴 到城上敌楼前拼囊而坐 燃起了香 弹起了气 话说司马懿 大军的先头部队道德成像 见到这般情景 当然不敢有所动作 于是激报司马懿 司马懿笑道 这怎么可能呢 便命大军 暂且停下 自己前去观看 司马懿看过 心中身出好一阵京剧 于是急令 前军转后军 后军转前军 快速撤退 他的儿子司马昭 不解得问 莫非诸葛亮手中无兵 故作此贪 父亲为何就要退兵呢 司马懿于是教导他说 诸葛亮一身谨慎 不曾弄险 现在城门大开 里面必有埋伏 诸葛亮眼见司马懿 大军远去 福长而笑 众官惊鸿未定 不明所以 诸葛亮于是徐徐说道 司马懿要我平身谨慎 肯定不会冒险 所以看见这般模样 怀疑城内定有伏兵 因此退去 我并非要行冒险之事 只是四非得已 才用到这个险计 这也就是 往往能够发挥奇效的 移并计 顾名思义 移并计就是施展计谋 死敌疑惑 然后借着敌人 判断失误的机会 展开下一步的行动 咱三国演绎 社会担惊的社会生活 其实 移并计也不少见 比如在足球比赛前 一番可能会 犯出假消息 那迷惑另一番 就像什么 更衣室里面教练与球员 球员与球员之间 闹出了矛盾啊 主力队员 训练受伤 大概无法擅长啊 如此等等 让对手误以为 自己的球队 不合 临时辨证 从而导致对手 无论是在心理反备上 还是在赛前训练时 都有所限的 直到比赛中 接连丢球 翻才发现中计 却为时一玩意 所谓能而视之不冷 用而视之不用 让对手琢磨不透自己 从而 趁对手迷惑 麻痹之际 取得胜利 宜兵计 正是如此